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唐善书 禅修的重要 主著先佛为道祭禅师 道祭禅师将 诗曰万里晴蓝映小楼 登高望远扫千筹 大江东去留金谷 不待修功至可筹 盛世无今日降著 禅修的重要 第四章 不经时修正法文思无益 一位口干舌燥的人 手捧化学课本阅读水分子结构 是完全无法止渴的 一个人也不能透过 研究餐厅的菜单 来满足饥饿的苦痛 一个人更不能透过 送读医生的处方签 来治愈疾病的折磨 同样地 仅止听闻及思维正法 并不足够 因为如此并无法灭除烦恼 也不能使心平静 更无法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故若要开启智慧 就必须禅修 亲身去实践法医 否则注定痛苦一生 甚多人都误解了修行真意 误认为说了解文字名项 是在修行 其实文字名项 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 若没有经由史修 只有在文字名项上 长篇大论 则对修行一点注意都没有 例如西时有一只海龟 浮出海面爬向沙滩 并在附近溜达树日后 再徐徐走向大海 潜入水中 此时海中的渔群 看到海龟神情于月地归来 都十分羡慕 于是海龟就对 众渔群述说 自己所看到的海滩美景 不但充满了鸟语画香 和煦的阳光 徐徐的微风 也和各种不同的 飞禽走兽擦身而过等妙境 然而因为渔群 从没有离开水面道过沙滩 因此即使海龟竭尽 所能地使用各种语言文字 或名相解说 众渔群依然已投雾水 也难以真正体会理解 若是渔群能亲自爬上沙滩 一窥究竟 则自然豁然开朗 一切疑问不解自开 故只有了解道理 是无法断诸恼苦的 一般人遭遇凡不顺时 大多会只想寄托在佛 菩萨或别人的身上 或借种种仪式典礼 或寄托于未来 或是靠种种于热转移 如看电视 看电影 逛街 打电玩 甚至以酒精或毒品麻醉自己 而疏忽了在当下如实的实践正法 结果演变成逃避现实或转移目标 虽然这些方法能暂时得到情绪疏解 但是迟早 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问题 都将再次浮出表面 因此唯有实修了解无偿的史乡 才能够实际去消除贪爱和称恨的习性 摆脱痛苦的人生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弃天心 目前 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